王老师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个案 跟大家分享 其实也没有就是说 婚姻里面 你的结婚对象 跟你个人的个性什么 没有人可以把个案拿来做比较 我只是认为说 刚刚阿德有提到 我常常说人活着就是时代女性 你也要有经济独立 人格独立 经济独立 感情要独立 但是很多人他在经济 没有办法独立 就是当家庭主妇 那家庭主妇的时候 这个个案是 他这个先生要跟他结婚的时候 也很坦白 跟他讲说我是独子 那我的爸爸早死 我妈妈是残障 是也不方便 所以呢 但是我希望多生小孩 那希望你是当家庭主妇 孩子自己带 因为我妈不能帮你带 那这女孩子也同意 就当家庭主妇 可是这女孩子 他就觉得说 那我结婚前有工作 结婚后没有工作 要当家庭主妇 可是我又很爱对方 所以我答应以后 他就角色扮演 就很称职 可是他就很厉害 因为先生的收入够 也蛮高的 所以也不太管家里的事 全部由他 所以他就在这个 十一住行娱乐里面 有机会就抠 有机会就跟先生加码 然后就存下来 就一直存这个 私房钱 他觉得有私房钱 他才有安全感 那他也坚守 私房钱就是先生 先生也没有说 要他拿出来 他也没有让先生知道 那就是先生有紧急事件 就是说如果你有私房钱 可以拿出来帮我一下忙的话多好 他也当做都没有 就是坚持保有这样的秘密 所以他自己就存了好几百万 然后大概在二十几年的时候 婚姻二十几年 他先生就派到国外去的时候 就一次的旅行访问的时候 就碰到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 就变成小三 那他就觉得说 我为这个家尽心尽力 我也尽本分 你也尽本分 都没有问题 婆媳也没有问题 然后孩子也生了三个 然后其中也很让这个先生满意 就是两男一女 所以他认为他是几乎 他们的婚姻 完美 几乎完美 而且夫妻党都很好 可是当这个小三出现的时候 他才发现说他没有办法忍受 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忍受 他觉得那时候他才会觉得说 我当时答应你 可是我现在想来我是委屈求全 所以他就真的就是 准备要跟他先生离婚 可是他就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他就是先去问像律师 先请教他说要怎么样 然后他就开始知道说 不让他先生妥产 然后他就想办法要去抓奸 后来他就真的是抓到奸了 然后抓到奸以后 他就认为说 他本来是都打算让他先生 如果他继续提告的话 他先生是不能跟这个通奸对象结婚的 可是他又不想这样 因为他对他先生也是个不错的人 假如说他们真的合不来 那就算了 孩子也都大了嘛 所以他也不求这样子 可是他就跟他先生 就像刚刚律师说的 当他先生提出和解的时候 那因为他先生自己累疚 所以他先生甚至不想离 他先生先限制想跟小三断 那孩子也跟他说 妈 你给爸爸一个机会 可是他就是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觉得他想当自己了 他自己身边也有一些钱了 所以他先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反而是我们来帮他做这个谘商过程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有多少钱 那我很讶异就说 一个二十几年的家庭主妇 可以存到上千万 私房钱 那我问他说怎样 他就说 我就是撒娇 就像刚刚宏颖就说 家就是给他一个自在温暖 所以他回来就说 先生要不要放洗澡水啊 饿不饿啊 要不要吃点心啊 要不要按摩啊 那先生就会问他说你过来好吧 当然好啊 可是还是不够啊 现在物价都高涨 小孩子需要什么啦 白表啊 什么这些 你都看我都咬下去 先生就 哦 很舒服啊 就大半个退出 他就这样子 后来他这先生就有财产嘛 就是他没有怜悯 他也没有去问先生赚多少 他先生真的很有良心 就要做给他一些钱 他就真的像刚刚律师说的 他就接受这个协议 这个和解 那结果他就拿了钱以后 他现在就是一个小富婆 因为就差不多三五千万一定是有啦 没关系